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Aaron 陳健豪 講了很多外匯的基本概念 亦都有不同的外幣投資工具 其實我之前亦略提過 外匯有一個優勢 很適合喜歡技術分析的投資者 因為很多時我接觸的投資者 炒股票也好 炒恆子、炒期子也好 其實都頗喜歡用圖表去分析 例如說這隻股價跌到 是否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或者賭形底等等不同的形態 在技術分析層面上 如果在匯市上似乎準成度 或者可以依賴參考的程度 是比較高一些 其中之前有提過外匯市場有幾個特性 例如說24小時交易是一個很大的特性 起碼每一天的收市價和第二天的開市價 是無縫接合的 變成不會像股票一樣 或是一個旗子一樣 就會每一天有裂口高開 裂口低開的問題 有時你看一些形態 剛才我講的一些頭肩頂、頭肩底、倒形底都好 就比較抽象一點 如果每天都裂口的話 像不像頭肩底 大家就真的會 你有你講我有我講 大家未必有一個共識 所以匯市是有一個這樣的特性 是比較大的優勢 另一方面當然是成交量的問題 每一天外匯市場就有 超過五萬億美元的成交量 這個就令到圖表的分析工具上 比較受到人為操縱的 或者操控的一個機會大大減低了 因為你見就算是世界首富也好 他們的身家可能都是 約一千億美元鬆一點點 對比一個五萬億美元的投資市場來說 其實都是相當小的銀碼 但相反在股票市場上 由於成交量可能是八百億一千億的港幣 很多時一些小價股票 其實可能用一些小量的資金 已經可以推動到 或者控制到 左右到股價 所以技術分析層面上面 圖表分析是一個 我想外匯市場比較 大家有興趣 或者是比較適合一些 喜歡用技術分析去投資的一些投資者 講這些圖表上面 其實經常性都不停有不同的投資者 就問究竟Aaron你是看圖表 你炒外匯 究竟你是用什麼圖表 因為很多圖表工具 什麼圖表都有 剔圖 即是每一口跳動也有 一分鐘 五分鐘 十五分鐘 三十分鐘 一小時 四小時 日線 週線 月線 其實有同一隻貨幣都有不同時段的圖表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一小時圖 四小時圖 和日線圖 做一個主軸 一個軸重心 當然你說 炒得很短線的 即日先 會不會用一分鐘圖 五分鐘圖 其實都 看看你自己的投資取態 我自己的性格 其實就比較少 真的做太短線的投資 因為太短線的 其實在市場上 參考價值其實相對不太高 很多時候真的炒一個動力 在一個消息 或者一個數據公佈之後 大家的一團火 即是一鼓雜氣那一刻衝過去 那些動力為主 其實在技術層面上 其實一來猜不到 二來其實也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因為這些動力 其實很快可以逆轉 即是這一分鐘 大家在看星 轉過頭一個消息 可能就炒回去 變了在一個時間性掌握上面 或者在技術指標上面 你說是不是很準成度很高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半半 相反時間段越長的話 其實在圖表角度 參考價值越高 例如我們用一小時圖為例 和一個月線圖去比較 其實在一個月 剛剛現在就叫第二季初 或者是 起碼還是年中之前 你叫做每一個月的月線圖 其實變化不會很大 即是說今個月的陰陽燭 其實還是動著動著的時候 其實它還沒收盤 其實你都不可以說 這支是一支陰陽燭 或者這支是陽燭 直至到那個月尾 即是6月30日到了 過到7月1日的時候 你才知道這一支棍 陰陽燭已經走完 是不會再有變化的 所以我們通常看圖 我甚少看現在正在動的圖 因為正在動的那支竹 其實還是有變數 會由陰燭變陽燭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尤其是一小時的圖比較明顯 你看到頭的45分鐘 可能那支是一支陽燭 你如果偷雞入了市 為什麼最後那15分鐘 突然之間就會變了一支陰燭 最後收市以陰燭收市 其實這些情況都是屢見不鮮 如果用股票例子 可能大家近來比較有印象 就是MFCI指數 應該是5月底那一 5月31日那一日 你見到本身市場成交 去到收市前也好 大概15分鐘 都還是比較少 但是到了最後 因為一些被動的基金 要入市去換馬 變成那裏突然之間 增加了大部份的成交 都在最後15分鐘出現 令到最後的成交 就超過2000億港幣 我想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看圖上 通常我會以 看MAYE那支棍作為參考 即是說現在發生 在動的那支棍 其實參考價值 就不算特別高 以MAYE那支 另一方面 時間段上 其實因為用月線圖看的畫面 是比較長線 用周線圖也是比較長線 大家就算zoom in zoom out 看到的data比較多 看到的數據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一些 很久的歷史之前 大家忘記了的一些價位 舉例例如說 可能10年前金融海嘯 大家都好像已經忘記了 因為已經發生了10年 但是當時發生的甚麼事 那些價位在哪裏 你在月線圖上 仍然可以看得到 例如說用澳洲紙做例子 當時金融海嘯後 最低澳洲紙是跌到0.6米 這些價位 其實在我們投資者層面上 其實是很遠的 因為現在澳洲紙 還在75米 這些水平在增持 甚至最高在81米附近 但60米 即是1500點過外 有排都未到 但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概念 到時可能你見到 那個勢的氣氛 衝進去60米線的時候 你就可能蠢蠢欲動 很多投資者就會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叫做後知後覺 去到61米線 60米線邊這些位置 看到細那麼明顯跌 我就要去再沽 但你不想到 原來金融海嘯 說到08、09年之後 當時的低位是60米線的時候 可能在技術層面 就會遇到支持位反彈 你就會中伏 所以在月線圖上 你會看到一些比較宏觀 比較遠一點的數據 而這些數據 其實大家仍然會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在月線圖可以看到甚麼呢 主要是看到一些 例如這些大事 金融海嘯 英國脫鉤 一些歷史的高位低位 其實你很多時候都在月線圖上找到 這些價位不會那麼容易 一下子就衝穿了 但如果你說在分分鐘圖 因為它看不到10年前的資料 變成你會很容易 就忘記了忽略了這些重要的資訊 所以通常看遠的一些價位 我自己個人習慣 通常是由長線的圖表看起來 即是說先看月線圖 接著後看周線圖 日線圖 四小時圖 一小時圖 甚至更短時間 聽完Aaron說 我每個圖都要看 其實都很辛苦 哪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都一個打工仔 經常上班要OT 或者很晚下班 哪有時間去做這些研究 當然我很好幸 我自己的工作 就是有個職業需要 我都是要做些分析的工作 所以我每天都要對著這堆圖表 但我有一個小提示 可以跟大家分享 希望對大家都有些幫助 看圖表上 我個人的習慣 其實邏輯是由遠看到近 另一方面 其實每一個圖表 不需要每天看著它 其實都是按著你的時間 其實就可以每天看一次 或者每個月看一次就可以了 例如月線圖 剛才我提過 今個月 由6月1日到6月30日之間的變化 整個月線圖的陰陽燭 其實是未走完的 變成你這個月份 是不需要特別理會它 直至到7月1日 或者7月初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看看 6月份當時的高位在哪裡 低位在哪裡 開市價收市價在哪裡 或者平均線等等的支持在哪裡 你就可以做一下功課 即是說如果用月線圖去做分析的話 其實每一個月的月初 你就可以看一看 我覺得已經是足夠了 其他中間月中的日子 你可以放在一邊 不用理會 如果周線圖為例 因為外匯市場 星期一至五 或者星期六的凌晨 就是24小時交易 但星期六星期日 其實市場都會休市 通常我就等它休市之後 週末的時候 就可以拿回周線圖來看看 去做一些功課 究竟今個禮拜 或者現在的開市價收市價 高位低位 甚至其他技術指標的支持位在哪裡 亦都可以做功課 好 如此類推 日線圖 通常我自己一睡醒覺 就會打開眼 就立即看看 昨天發生什麼事 收在什麼位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變化 即是說日線圖 就是每一天可以看一次 如此類推 四小時圖一小時圖 就一模一樣 等這四個小時 走完 出了一支新的陽觸 或者陰觸 新的一支竹開始走的時候 你就看一看 一小時圖就等於 每一個小時結束後就看一看 好 如果你聽到我這樣說 你開始要明白 為什麼我不會看一些一分鐘圖 一分鐘圖的意思就是 你每一分鐘結束 你都要看著圖表 除非你時間很鬆動 長期在電腦前面看著它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一分鐘圖 參考價值就不太高 亦都是相當辛苦 代表你每一分鐘結束 你就要看一看做功課 其實你做完功課以來 通常下一分鐘也都差不多結束了 即是說你又要做下一次的功課 所以變成我自己個人習慣 通常主軸就會以一小時 四小時和日線圖做的重心 作為一些短線小小 或者是即日線的操作來講 應該是相當足夠的 希望這個分享 就和大家也會有些得著 希望對大家投資上面 也會有一個進步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都在下面留言 我們稍後看完之後 都會回覆大家 多謝 拜拜